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油管学院 之前我们准备了网络,准备了我们手机的APP 今天我们就要来注册谷歌账户了 之前我们说的,我们国内现在注册你用电脑 就用浏览器注册谷歌账户的时候 你填那个手机号,你不管大多数的手机 他都告诉你,不能用于验证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听说是这样的,他是用电脑注册的话 你的验证的手机号要和你的IP一致 因为我们都是翻墙用的国外的IP 所以说你用大陆的手机号验证是通过的 但是在手机端就很好验证 今天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我们用手机APP,用Gmail邮箱来注册谷歌账户 是很容易注册成功 当然你的那个手机号不能注册太多的谷歌账户 好像限制一般是两个或者三个 就你的手机号,一个手机号只能验证 只能注册两到三个谷歌账户 好,我们来到手机端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我的Gmail邮箱 在Gmail邮箱这里 现在是我的这个账号 你看,我们可以添加其他账号 好,我们选添加其他账号的时候 我们选添加谷歌账号 好,选谷歌账号的时候 他就会看这里 你如果已有账号 你就输入已有账号 你没有账号 你就可以创建账号 为我自己创建 好,这个就随便填了 基本信息 你不能年龄太小 甚至小于14岁这些就不行了 这个我都随便填 好 就用他的吧 中用心50 我是注册不成功的 因为我的手机号已经 我的手机号已经注册了太多的 所以说 进入密码 这样看行不行了 什么意思 还有加数字 应该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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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没有让我验证手机号 这个就是你在Gmail注册的好处 有可能就根本就不用你的手机号进行验证 如果有手机号验证 你就正常用手机号验证就好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注册了一个Gmail邮箱 我们把Gmail邮箱的信息 我们记下来 下一次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用于 就用于我们登录我们 YouTube 好 既然这次没有让我验证手机号 那我就继续用哦 如果让你验证手机号啊 你就验证手机你就选中国啊 输入你中国的手机号啊 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就可以直接验证的 没有问题 可以收到短信 好 我们今天的演示就到这里啊